2019富邦集团员工篮球赛 9号进行最终冠军决战 去年双方阵容的争冠戏码在此上演 由禅血末幻队迎战第四营管联队 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与蔡明星 以及台北富邦勇士球团 也到场支持员工篮球赛 在蔡明星董事长开球下双方开打 第四营管联队在一开赛 就展现团队良好默契 连头戴切打出一波13比0攻势 也让禅血梦幻队一时打不出该有的进攻节奏 不过战停后禅血梦幻队改变防守阵型 过时第四营管联队发生失误 将笔数翻回个位数差距 下半场第四营管联队靠着双肩头 周俊云和张景祥的能力能外表现 让禅血梦幻队迟迟无法将笔数追进 尽管阵中的红国辉跳出来轰下全场最高的19分 仍然无法扭转战局 中场就在张景祥11分5篮板 三助攻的带领下 以44比32立刻禅血梦幻队 完成富邦员工赛的二连霸 我们其实有先讲好就是防守 大家要针对什么时候 只是说一开始好像大家比较慢进入状况 所以一开始被打了一波10比0的攻势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目标是先作恶望 但是我们不想要一直拿牙 所以可能之后如果 算了遇到再说 恭喜我们的MVP张景祥 好请张景祥往前一步 恭喜贺董为我们来颁发冠军MVP 奖杯做一斤奖金 MVP算是大家的 因为没有他们也没有MVP 公司不管是工作商或是运动商 都是给我们很大的资金 班的活动 我们都会参与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凝聚大家的乡献金 SSU特派员李亚璇采光报道 MVP 中文字幕作成者 杨栋梁